蓝结英长发好看 也有人曾好奇 美丽出臣的蓝结英 为何一直留着长发 其实她曾留过短发 简直美出天际 张敏 陈法荣等女星 是当时的短发女神 其中短发泡面头 是张敏和陈法荣的最爱 实际上蓝结英也尝试过短发泡面头 很是符合她的年龄 多了一抹清纯亮地 以及俏丽可爱 随着时间的流逝 蓝结英的面容逐渐变得成熟 多了成年女性的优雅 加之独特的人格魅力 一颦一笑极具灵气 如此清秀的面孔 塑造了许多迎平经典形象 俘获诸多男男女女的心 从蓝精灵的外号 看得出蓝结英早年古灵精怪 又青春活泼的独特人设 在观众们经验于蓝结英的美貌的同时 很快聚集了大量的影响力和 关注度蓝结英当年在大化西游中 饰演的蜘蛛精形象已经是深入人心 经典到无法超越 家人一世 而蓝结英唯一留在这世间的美好回忆 也只有那一部不经典影视剧中 塑造出来的各类人物形象了 除此之外 蓝结英是长发好看 还是短发好看 欢迎各位的留言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